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人老了才明白,六十到七十岁之十年,是最好的晚年,保持五点才不忘此生六十岁,在古代已经算作高寿的年龄了,可以摆宴席庆祝生日,古人称作为六十大寿,如今,社会高速发展,人口也逐渐出现老龄化的趋势, 第一,人到了六十岁,才刚刚退休,并不算老,而且是人生下半场新的起点,从此,跟职场告别了,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重新整装出发,开启人生中最为美好的一段黄金岁月,六十至七十岁这十年,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岁月,如何度过才不忘此生 第一,人到了老年,要守护好财富,一些老人到了六十岁退休以后,就有钱有钱了,所以他们的财富也变得自由了起来,不再为子女们付出了,但是来说,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下,普通人一不小心,就陷入了被骗的陷阱,更不用说是有钱又有钱的老年人了, 所以当老年人在退休后,长期处于心态放松的阶段下,一些不良的人则打着感情牌来嘘寒问暖 当然,很多老年人的耳根则是软的,再加上一些老人在退休以后,更孤独感上升 他们就习惯了这种小礼物和嘘寒问暖 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老人看中了是他们的小利益 而一些骗子则看中了老人的本金,所以当一些骗子 把老人的本金骗到手了以后,然后溜至大吉,人去楼空 所以来说,人到了60到70岁这个年龄段,虽然是耳顺之年,但是在家里对儿女们耳顺是重要的 如果在外面和陌生人,甚至和一些有不良动机熟人耳顺 那么吃亏的可就是自己了,只有守护好自己的财富 这60到70岁的十年里,也就随心所欲,不枉此生 第二,人到了老年,要保持健康的身体,人生路要走好 身体健康最重要,钱财多少利用好 不枉此生子孙小,小区隔壁动一个大爷 刚退休不到一年,身体边棒,喜欢跑步运动 每天早上6点多,只要不刮风下雨 基本都能看到他在小区楼下跑步的身影 他的体态健硕,身形挺拔,身上肌肉线条分明 身体素质不比一些年轻小伙差 而且,他还酷爱参加马拉松长跑比赛 经常到全国各地去跑马拉松,喜欢挑战自己 虽然报名参加的是业余组 但是每次的成绩都很不错,一次比一次厉害 同年龄的其他老人,基本上很少说身体不行的 有的经常跑出去旅游,有的还能每天接送孙子上下雪 所以说,其实现在大部分60岁的老人 身体这方面,只要好好保养,多锻炼 不会明显感觉到体力下降 依旧可以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 刚刚步入退休生活,个人自由安排的时间充足 可以更好地享受生活,还没退休的时候 大部分人每天的重心,基本都放在工作赚钱上面 基本上很少会去考虑个人的享受 因为现在社会各方面经济压力也很大 尤其对于一个中年男人来说 上游老下游小,每天的开销是很大的 而且还要为自己准备一笔养老金 大部分人都在为了事业努力拼搏 想要出去旅游,也因为上班没有什么时间 下了班要带孩子,照顾家庭 连个人休息时间都不多 退休后,基本上也不用去考虑工作的问题了 子女基本上也已经长大了 成家立业了,不用怎么去操心了 所以退休后,个人可以自由安排的时间是比较多的 自己想做的事情现在就可以去做 这段岁月真的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岁月了 其实从60岁到70岁的这10年里 虽然钱财很重要,但是和身体健康相比都是次要的 而一些老人进入60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已经不能和年轻人相比了 而身体的各个器官都逐渐老化 这给老人的身体带来各种前的在风险 比如说,老人的一些慢性疾病 血糖高,高血压,血脂丑,心脑血管,神经 神经系统等等,都会或多或少的出现一些问题 而这些问题不加以控制的话,会有很大的风险概率 所以来说,人到了60岁以后,在60到70岁这10年的时间里 一定要好好地定期体检身体 老年人定期体检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早期发现潜在健康问题 老年人由于身体功能下降和免疫力减弱 更容易患上一些慢性疾病 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 定期体检可以帮助老年人早期发现这些健康问题 及时进行干预和治疗 减少疾病对身体的损害 预防并发症和加重疾病 老年人常常存在多种慢性疾病 如果不进行定期体检和管理 容易导致疾病病发症的发生 或者加重疾病的程度 通过定期体检 医生可以根据个体状况进行综合评估 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预防病发症的发生 提供健康咨询和指导 定期体检不仅包括身体检查 还可以提供专业的健康咨询和指导 医生可以就老年人的健康问题 饮食、运动、药物食用等方面 给予建议 帮助老年人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健康 建立健康档案和监测健康状况 老年人定期体检可以建立完善的健康档案 记录身体检查结果和疾病史 为日后的医疗服务和治疗 提供参考依据 同时通过定期体检 可以及时监测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发现异常情况 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干预 医生提醒 60岁以后做体检 没必要每项都做 做好5个检查即可 1.血压测量 随着年龄的增长 高血压风险也会增加 定期测量血压 可以帮助早期发现高血压问题 并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 血脂检测 血脂异常 如高胆固醇和高肝油三脂 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之一 通过检测血脂水平 可以及早发现异常 并进行干预 3.血糖检测 糖尿病是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 定期检测血糖水平 特别是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 有助于早期发现糖尿病和血糖控制不良的情况 4.肿瘤筛查 60岁以后肿瘤的风险会增加 根据个人情况可以进行乳腺癌 肿瘤筋疾疾病之一 以便早期发现和治疗 5.骨密度检测 骨质疏松是老年人常见的健康问题 通过骨密度检测 可以评估骨质状况 并采取相应的预防和治疗措施 以减少骨折风险 第三 人到老年 要学会承受孤独 年轻的时候 可能我们都喜欢扎堆 一时的独自生活 就会让我们感觉到心慌 整天心不在焉 甚至会自卑自怜 觉得自己被世界所抛弃 可是当随着年龄逐渐增长 成年之后 人却越来越喜欢这种感觉 也许是见过了 太多的虚伪的面孔 和不真诚的心 所以成年的人 很多时候 宁愿自己一个人待着 因为只有这样 才不用那么辛苦地 去配合别人演戏 很多时候低质量的社交 不如高质量的独处 谁的时间都是有限的 没有人愿意浪费时间 去接触一些对自己无用 且让自己极度不舒服的人和事 从十多岁的三五成群 三十岁的三五好友 再到四十岁之后的一二知己 人一旦过了五十岁 往往已经没有了太多的朋友 有的只是那种真正交心的知己 而且人生也不需要太多的朋友 朋友贵金不贵多 年轻时的大多数友情 都只是泛泛之交 无非都是些酒肉朋友 或者利益朋友 真正能走进心里的 一生能有一两个 已经极为幸运 其实人到了老年以后 虽然生活没有太大的压力 但是心理上是最孤独的 其原因有两点 第一个原因 随着老人的退休 他们在六十岁以后 已经和盲目的社会脱节了 虽然一些老人 在退休后的几年级 感到轻松 但是无所事事的他们 对于原单位 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孤独感 毕竟在没有嘈杂的单位下 老人不经意间 突然觉得自己真的老了 倍感孤独 让老人孤独的第二个原因就是 老伴的突然的离去 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 而事实也是如此 毕竟一对夫妻相诸一墨 人生最幸福的事情 就是白头到老 相扶扶持 但是晚年的老伴突然的离去 在子女们不重视的情况下 这让独守的老人非常容易产生孤独的情绪 所以来说 六十岁到七十岁这十年里 作为老人来说 一定要这段珍贵的时光 并学会排解孤独感 比如说 要多多亲近孙子孙女 还有对上在的老伴 要制作一点小惊喜 让生活浪漫起来 并多走出去 多多接触一些和自己兴趣相同的人 一书说 做人凡事要尽 静静地来 静静地去 静静努力 静静收获 切记喧哗 人生就像是一趟没有回程的火车 在车上会遇到很多人 大家都怕寂寞 所以结伴性 一路上斗嘴嬉笑 动真情 或是嫁以风营 人间百态 应有尽有 快接近火车中点站的时候 真心也好 假意也罢 在人生的尽头 其实都显得无关紧要了 人老了 到了晚年 要学会远离低质社交 学会独处 学会享受孤独 敬仰自己 子女或福 就随他们去吧 精彩的人生已经开始 自己也该做一个完美的谢幕 去思考自己的人生吧 朋友一起也都放一放吧 有些人合适 真的不必牵挂于怀 接近火车终点 让自己无从释怀的心 画个句号吧 不想再见的人 就不要来往了 人到晚年 生命的时光有限 别在不值得的人身上浪费时间 一别为子女忧心地活着 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 做回自己生命中的主角 将一讲自己的故事 人到晚年 学会敬仰自己 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 让自己活得自在 快乐 简单一点 第四 人到老年 保持一颗耗血之心 在60岁退休以后 很多老人的压力就放下了 所以他们觉得自己 已经不再学人喝东西了 但是对于60到70岁的老人来说 要活到老 学到老 只有保持一颗耗血之心 才会暂缓老人的衰老程度 一个人从60岁退休后 其老年生活 还有几十年的时光 如何使老年人生活 过得更加幸福快乐 靠什么 答案只有一个 就是靠自己 也许有人说 养老需要靠子女 可商品经济失败 做子女的都要谋生存 忙工作 活得也不轻松 那些身体还好 还能活动的老人 养老只有靠自己 才最安逸 最自在 才能老有所乐 老有所为 这就是老年人要以学习养老 在60岁到70岁的这十年里 学习重要的是过程而已 并非一些结果 因为老年人学习之后 还是有几个好处的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老人想要高质量养老 学习非常重要 那么老年人保持学习的习惯 都有哪些好处呢 一 利于身体健康 一般来说 人体的衰老 就是从大脑开始的 大脑如果不经常使用 会逐渐萎缩 进而直接影响到全身各部位的器官的衰退 反之 如果经常用脑 学习研究 这部分老年人 往往看不到身体衰退的迹象 有很多学者 作家 科学家 艺术家 他们在晚年依然保持创作 让大脑时刻处于工作中 中国现代作家马仕途先生 1915年出生 现在已经108岁高龄 直到2020年 仍然保持着创作的习惯 杨将女士 在105岁去世 巴金101岁去世 活了98岁高龄的 纪仙林先生说过 千万不要让脑筋懒惰 脑筋要永远不停地思考问题 由此看来 经常用脑 有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既能活跃大脑 还可以促进星辰代谢 从而思维敏捷 延年易受 二 提高记忆力 根据相关研究显示 与经常学习的老年人相比 那些从来不学习的老年人 认知功能衰退风险 会增加3.7倍 罹患二兹海默症的几率也会增加 因此 越是年老 就越需要多学习 这样 大脑会因外部刺激 接受新鲜事情 而被激活 每天花时间来刺激大脑 在美国的一项研究中 那些接受过认知训练的老年人 在几个月内就显著提升了自己的认知功能 并延续了十年时间 所以花点时间 学门外语 练习乐器 学习诗词 绘画 培养一个新的爱好 创造新的大脑通路 3.提升认知 现在很多新闻 都是关于老年人被忽悠 而上当受骗 这也是因为长期不学习 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 导致清醒他人 如果经常学习 提升自己的认知 就会具备基本的防天意识 和分辨能力 而不是被人牵着彼此走 没有自己的主见与看法 除此之外 经常学习 就会更容易接受新事物 这样一来 更容易与自己的子女 有共同语言 老年生活更精彩 4.心情愉悦 无所事实 更容易陷入孤独寂寞的 消极情绪中 长此以往 老年人心情抑郁 总想找点事情干 就很容易插手 子女的生活 导致生活更不和谐 如果利用这个时间去学习的话 不但增长了知识和见闻 还增加了生活乐趣 更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 多交流 有助于身心健康 年龄不是问题 只要有心 可以随时学习 5.避免孤独感 对于一些让老人感到兴趣的东西 老人学了之后 可以忘记了长期的孤独感 并养成喜欢的兴趣爱好 这样不仅能锻炼大脑 还能对日常的生活起到一些帮助 这对于老人来说 自然是好事情的 第五 人到老年 要看透了人世间的道理 常言说得好 三时而立 四时而不惑 五时而知天命 六时而顺 七时而从心所欲 所以每到一个年龄段 则有不一样的人生 而人在六十岁至七十岁 这十年的时间里 一定要看透人世间的道理 不要再固执己见了 毕竟人到了六十岁 对我说过去的经历 他们在遭遇过后 也要保持对一些事物和人的理解 要更加地透彻才行 毕竟万物都是有规律的 而老人到了这个年纪也是如此 此时六十岁以后的老人 更要顺其自然地活着 一些事情不要斤斤计较 一些看不惯的人和事 也不要再分清了 只有这样 六十岁以后的老人 才不会迷茫 更能正确地做出正确的事情 不枉此生 让自己的人生更有意义 人之一生 或多或少都会留下一些遗憾 毕竟都年轻过 年轻时做事往往冲动 不计后果 可能会伤害到一些人 也可能会走一些弯路 等到后来明白过来的时候 却再也没有可以弥补的机会 因为世上无后悔药可卖 有些事情过去了 就让它随风而去吧 没必要一直因此耿耿于怀 毕竟你在后悔 时光也不会倒流到最初 不如索性放下吧 眼前的生活 可能不是你想要的 但到了这个年龄 也没必要过于计较 毕竟走到这一天 也并不容易珍惜身边的人和关系 因为很多事情在折腾 也未必能翻出新的花样 而你所做的 还可能给亲朋带来更多伤害 学会接受这一切 用心地对待每一天 才可能有晚年的安宁与稳定 通过上述来说 六十岁到七十岁的这十年 是人生中的黄金十年 也是最好的晚年 所以只有在这十年走好 并保持上述五点 这才不忘此生 并为下一个黄金十年 打好基础 做好享受人生的准备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